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是崛起了 但是呢 当我们关注中国经济崛起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是看到它的量上 那么没有关注它的智商 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说中国经济崛起啊 往往会说 我们是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 追赶欧美 那么我们就是注意量 比如我们的GDP我们会算 我们的GDP现在已经占美国的70%多了 到80%了 尤其是今年我们上半年经济数据出来之后 我们就是离这个 离这个美国经济 美国的GDP是越来越近 而且呢 大家会算几年之后 这个也是确实也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是定了 就是我们几年之后 2029年或者202228年 我们会赶上美国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中国经济的崛起 它绝对不是单纯的量的问题 而且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 也不是说 就是单纯的说 追赶西方国家的问题 那么就是我们的模式是不同的 我们的内涵是不同的 都是 比如说你都是有钱 但是中国经济 我们的这个钱 我们的经济的资源 怎么使用 和美国和西欧 有不同的 有不同之处 那么我们可能是 仅仅关注生产的问题 那即便是生产 那么我们的这个生产的 就是像马克思主义讲的 生产关系也是不同的 那么 总之吧 就是中国经济 它其实是 是自成体系 自成体系 自成一派的 而且中国经济的模式 它是更代表 就是我们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看 它是更代表着一种 更健康 更可持续 更正确的一种方式 而西方的 像美国的 欧洲的 尤其是美国的 那么它的经济模式 那更是 就是和中国相比 它更是一种不健康的 是一种旗型的这个 经济模式 那么它不应该 就是它绝对不会代表着 就是人类的未来 那但是呢 我们以前啊 我们总是觉得 我们在学习它 你比如说 我们说改革开放 我们是在 实际上来讲 就是学习西方 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中国经济已经是 我们是不仅不仅是崛起了 而且是自成体系 自成一派 那么我们以前的这种追赶的思维 那么包括改革开放的这种思维 我们应该对它做一个反思 做一个反思 那么 那么中国经济 是 我说它自成体系 自成一派 说它和西方的 和美国的内涵不同 那么我们怎么来去 称呼它 怎么去定义它 我觉得用一理经济 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我们不能用 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 或者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来定义这一点 当然 确实有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这种区别 那 但是这种定义 这种概念 包括这种思维方式 其实还是西方的 因为就是 无论资本主义也好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 那么对于中国而言 它都是在 就是 辛亥革命之后 辛亥革命之后 传入中国 并且来主导中国的 那辛亥革命之前 中国是一个 我们是什么 我们晚清 晚清其实 我们的主流的这种 学术啊 是四书五经 是经学 我们的 这个核心的理念 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毅理 就是新性 就是毅理 那实际上中国文化的 基石啊 就是毅理 内核 就是毅理 就是新性 就是中国文明是 建立在 人心 建立在这个毅理的基础之上 这个毅理和新性也是 不仅说是 我们的 学术的核心 就是我们的精学 其实就是在讲 义理 讲新性的 同时 它是整个文明的基石 就是我们 从个人的 这种基本的 信仰也好 我们的最高的价值观 我们做人的 基本的 做人的原则 那么其实也是 义理 就是说 我们说 评理 我们要讲理 要评良心 然后到大道 就是 就是 朋友之间 对吧 家庭 怎么去 让家庭和平相处 然后再进一步 就是说 我们治理一个区域 乃至整个天下秩序 其实都是基于毅理的 那这一点就是 像我们大学 四十五经大学的 八条目 也是大学的核心所讲的 就是修身 就是格物置之 格物置之 诚意正心 然后修身 七家治国 平天下 它是从个人的学习 个人的这种 就是 心性的成熟 一直到 个人的行为 家庭的治理 然后 区域的治理 天下的秩序 都是基于毅理的 就是以 我们讲以一贯指 是以一贯指的 那么 这个是我们的内核 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 当然我们 中国文明呢 也是 很早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那么它也在不同的这种时期 就混入了一些外来的因素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专制性的因素 这是有的 那比如说我们到新亥革命之后 又批评 晚清是有专制的东西 是有的 但是呢 它的内核是一理 是就是摇顺之道 那么 这个是我们的内核 然后呢 尽管说 新亥革命之后呢 我们开始 整体的 我们是受日本的影响 整体的开始 否定中国的文化 包括制度 包括历史 到那个新华一动 是个高潮 那么 然后呢 就是西方的东西 开始主宰我们 就是尤其是在学术上 像最开始是资本主义 然后又是马克思主义 对吧 那么所以 无论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它都是外来的东西 它的思维方式 也是西方的 那么 确实 也是 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帮助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 就是它是 都是属于技术层面 或者属于用的层面 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分法 就是体和用 体用关系 那么 西方的 外来的东西 都是在体的层面 就是我们现在讲 社会主义也好 马克思主义也好 也是在体的层面 都是在用的层面 在用的层面 就是 就是属于技术的层面 因为用的层面 不是体的层面 那体的层面是什么 体的层面就是人心 当然什么是体 什么是用 这个体 其实就包含着 体指的就是人心 那么 其实也只有中国文明 意识到人的 的本质在人心 人心就是思考 对吧 人心就是思考的气管 所以体的话 就是人心 就是意理 意理和人心 又是一回事 那么 其实也只有中国文明 有体这个概念 那西方是没有的 就是西方没有人心的概念 没有这个意义的概念 也没有体的概念 那么体 其实就是 它是一个决定者 它是一个决定者 它是一个判断者 那么对于西方 对于这个资本主义也好 马克思主义也好 其实中国 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在主动的 来去判断它 就是你有没有用 我来判断你 实际上来讲 中国从资本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然后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这些变化 其实都是在说明 中国是作为一个 这个主 主体 主体 就是我们不是被动的 一个信仰者 而是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思考着 一个判断着 一个选择着 我们来选择 来判断 来思考西方的 这个理论 就是像 就是毛主席讲的 理论来讲的实际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就是我要对你进行一个 思考 一个判断 一个选择 而不是一个被动的信仰 那么 所以呢 这样的话 就是中国的传统 我们恰恰是讲 意理的 讲人心的 所以 它其实是在实践的层面 我们是 是在 是在指导着 我们的实践 我们的就是 这个 意理的 我们的心性的 这些 这些 这些核心的理念 核心的制度 那么实际上来讲 是被继承和发扬的 尤其是通过 在这个实践的 这个路 这一路 尤其是在 以毛主席为领导的 这个共产党 他们的领导之下 那么 这个前面我也讲过很多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 一个区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 国民党 它是迷信 迷信西方的 尤其是 而且是迷信 资本主义 这一半 其实它是主张 全盘西化的 就像类似于 日本的 这个 明治维新 这一套 那么 主张这个 否定中国文化 全盘引入西方文化 那么我们共产党呢 然后我们共产党 觉得这样不行 觉得资本主义不行 然后引入了马克思主义 那这就 这就是一个 对于整个中国来讲 这就是一个 一个判断和选择 然后呢 共产党到 毛主席成为领袖 成为领袖之后呢 我们又开始怎么样 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那 马克思主义 只一用 就是马克思主义 要服务于中国的实际 服务于中国人民 而不是中国人民 服从马克思主义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就是 中国化的问题 所以中国化 中国化 什么意思 中国化 什么是中国 什么是中国实际 中国实际 就是一理文化 就是新兴文化 就是姚舜之道 所以中国化 就是把它一理化 新兴化 姚舜之道化 所以呢 包括我们改革开放之后 对吧 我们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还是 在下边讲 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那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其实它的更深层 依然是坚持中国的传统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啊 我们从晚清开始 晚清的时候 对西方只承认技术 不承认文化 叫失疑 长疾 之疑 但是呢 到新下革命之后 开始彻底否定 我们的中国文化 然后呢 我们到共产党的一派 又开始调整 那实际上来 实际上来讲 就是在实践上 在实践这个层次上 我们是很好的继承了中国的 这个传统的东西 我们的优秀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意理文化 我们的新兴文化 我们的姚舜之道 然后 也就是说 我们的经济 就是我们的经济 也是这样的 我们的经济 其实也是在 这个我们的意理文化 我们的新兴文化 我们的姚舜之道之下展开的 那么 所以呢 我们看 就是中国的经济啊 我们是意理化的经济 就它的内核是意理化的 我们的基本的理念 我们的制度内核 是意理化的 我们要保证 我们的经济 要服务 要就是要 要合乎意理 要服务于人民的利益 这个经济资源 经济的东西啊 不能凌驾于意理之上 不能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 那在这次疫情中 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其实疫情 本身也是对我们 中国经济模式的 一个考验 同时也是一个凸显 那为什么只有中国 可以很好的控制疫情 那美国为什么不可以 那就是 尽管说账面上 美国的经济实力 还是比较最强的 对吧 但是它是空有经济实力 但是它的 就是它的经济的资源 无法去应用的 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上 服务于抗击疫情上 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 而中国我们可以 这就是模式的不同 同时我们看 也是因为这一点 中国经济呢 在这个新冠疫情中 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2020年中国是 唯一的 唯一的一个 这种大的经济体 就是保持正增长的 那同时我们今年 也是恢复的比较强劲啊 我们看上半年数据出来 我们中国经济增长是 百分之十二点多吧 那么所以呢 我们不仅要看到 这个量的问题 增速的问题 GDP总量的问题 我们要看到内涵 内涵的话 就是经济资源 如何使用的问题 那么如何使用 才是大问题 那么我们的使用 是合乎毅力的 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 但是西方的 美国的经济 它是受少数的资本寡头 就是资本家所控制的 它只会服务于 少数人的利益 而不会服务于 这个大多数人的利益 那这一点区别 就已经很明显了 那么所以 当我们在评价 一个经济体系的时候 我们不仅要看增速 我们还要看它的 就是服务于谁 那么中国经济 我们不仅增速搞 而且我们是服务于老百姓的 我们是要讲了一个理的 讲了一个毅力的 所以我们是毅力经济 我不能用资本主义和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这两个概念 来去看中国经济 因为我们知道 马克思主义 那为什么在苏联 短暂的成功后 又失败了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 在西欧亚根 没有利息之地 那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 可以在中国实现 那这点我前面讲了 因为中国给马克思主义 注入了一种 它所缺失的东西 就是义理因素 就是义理因素 就是义理化的这种理念和制度内核 那其实我们是给马克思做了一个负能的 就是我们赋予了他一种能力 那就是中国特色 就是中国化 也就是义理化 就是新型化 那么 所以马克思主义才可以取得成功 那么中国化后的马克思主义 它的重心不在马克思主义 而在中国化 在中国特色 那么 所以呢 就是对中国来讲 最实质性的东西 是中国特色 中国化 那它才是最实质性的东西 那么就是义理 就是新型 就是要很知道 所以这个东西更深层 它是超越什么资本主义和 这个共产主义的 那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其实它只是从制度层面 尤其是产权制度层面 所以共产主义的话 就是产权的共有嘛 产权的国有 那么资本主义 就是产权的私有 它已经是制度的层面 那么它还是比较前一层的 但是西方的话 他们只能看到这一层 那么我们中国的话 我们的 当然现在主流的学术 也是只能看到这一层 但是它是远远不够的 也是我们的学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新的学术 我一直在主张 中国需要新的学术范式 我们应该以我们中国文化 应该以一理新性为基础 那么来塑造一个新的学术范式 来重新的看中国 看世界 解释中国 解释世界 我们才能够看清楚这一点 好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